從箱子中拉出來 這尾怪魚比一個成人的高度還要高 特殊的外型讓小朋友不敢靠近 用此實際量一量 將近220公分長 眼珠子也快比拳頭大 讓第一次捕到地震魚的漁民相當意外 那邊有釣過這種魚嗎 沒有 第一次 你看到這魚釣過這魚的時候 你爹的環境是什麼 有 它倒過來 有把它倒過來是白大魚嗎 有啊 那魚釣過這魚嗎 沒有 我說 我們剛才是第一次 對啊 台北港是第一次 所以你抓一隻地震魚啊 我看新聞啊 報索啊 這條俗稱地震魚的深海魚 平常棲息在3000公尺深的海底 這次卻在海邊被漁民捕獲 有民眾擔心 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 不過抓到地震魚的漁民 卻一點也不擔心 知道這隻地震魚之後 感覺嚇嚇了 沒有 有什麼 對 很興奮 那人看到這樣 近來花蓮地震頻傳 因此也有民眾認為 可能是頻繁地震 把深海的地震魚給震出深海 才被漁民捕獲 不過究竟是不是意味著 還有地震要發生 民眾圍觀之餘 也認為不必太過起人憂天 東台新聞陳靜葉張軍庭大五相報導 都一起 都一起